無論上星還是太陽天平座 在農曆四月如果遇到一些看起來很完美的地場 如果我拿男生為例 高大歪慢高富稅 潘勞鄧小限什麼都齊 其實你可以想想 你不需要覺得如果我去追求他 會不會是不自量力 不要這樣想 因為這些機會可能是屬於你的 記住要去鼓起用去試乎你的運氣 另外在這個時段會有很多很超越的經驗 可能是什麼人生第一次 例如第一次有很親密的身體接觸 性行為那些 或者第一次接觸酒精、藥物 但是這些時候我不是說要去教大家 一定去做這些事情 尤其是這些是比較禁忌性的事情 但是我也要提大家是注意安全的 但是說真的 我真的不是說去扶淫 或者叫大家去做一些非法行為 但是 還有要保護身體健康 但是那個過程可能真的會很滿足 而且真的會打開 擴闊你的眼界 OK 但是如果不說這些敏感的題目 可能你第一次嘗試到某種的食物 OK 或者我當… 當什麼… 就是第一次吃那些… 那個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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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唸 排魚罐頭 飛魚罐頭 就是很臭的 OK 第一次吃榴槤 我們說是這樣 OK 或者第一次去做拔罐 去做按摩 那… 就是這些東西 或者第一次去做那些天救療法 雖然現在都有一批味道的那些三伏天 那這些東西會全部令你覺得 咦 原來這個世界是可以這樣的 有這樣的東西的 你會覺得很特別的 OK 又或者呢 如果我們再說到神聖點 你第一次接觸某些的宗教 有一些… 身心靈方面 很特別很神奇的體驗 正所謂有感應 有些天人… 天人感應 那… 或者你是學了一些 很新的概念 有些東西是顛覆了你的世界觀 你的人類觀的 或者… 接觸了一些很新奇有趣的藝術 或者是你去adopt了一種 新的fashion style 例如呢 你以前是穿得很casual 但現在很喜歡穿一些古典風 那些什麼rock punk 那樣 這些東西都會令到你覺得 原來人生都是挺有趣的 不過呢 要勸你一些東西就是 同時這個農曆四月 要小心自己太出名 因為正所謂 人怕出名 豬怕鼻出 槍打出頭了 是不是 那出名 帶來的那個利幣呢 在這個農曆四月呢 尤其是會體驗到那個幣處的 尤其是… 如果我剛剛也跟你說過 你可能有機會是接觸到一些新的fashion style OK 然後你就很想… 很快將這些東西全都穿上身 表現給大家看 但這些東西呢 就令你太過出位了 OK 你太過over了 你做多了 人家反而會笑你 OK 那很多人去談論你 那這個都叫一個出名 但是你就是一個不好的出名 還有… 明時在街上… 都… 小心不要做些太過出位的事 如果不是一個不小心呢 就被人去放上網 去評論你了 還有… 小心會感染疾病 不過呢… 再次… 可能這個病呢 你就會透過一些… 比較一些… 不知道什麼… 自然啊 身心靈啊 甚至是一些宗教療法 去… 搞得定的 那再次… 這裡又是… 呼應了剛剛那個課題 就是說 你可能會接觸到一些新的宗教 或一些新的… 身心靈的感染的東西 那… 除了疾病之外呢 都要小心一些突發性的意外 尤其是是熱水 記住熱水 不要進廚房 不要去沖泳的時候 要去凍水… 溫水龍頭 因為你們這個農曆四月 很容易可遇到熱水的意外 接著還有… 痾… 痾… 但是… 說起… 病 意外這些事情 如果真的發生這些 不幸的事情 Touch Food 其實你們都是可以 CLAIN到工商 CLAIN到保險 又或者… 就算我當如果你 一些… 痾… 鬥症了很久的 想那些… 不要… Sorry… 這些工商保險 都可以在六曆四月有望解決 又或者慘一點的話 身邊的人發生了一些事 你都可以得到一些恩述金 甚至是遺產 尤其是很多事情會來自公司的環境 或者是你家裡的老人家 老人家 小心點 不希望他們是過身人壽的受益金給你 因為畢竟都是一件壞事 或者如果是公司的話 工商 剛剛都提過 或者現在無端端炒了你 給肥雞金 是不是叫肥雞金 長期服務金 長期退休金的朋友 都是叫給了一塊錢 但其實它來自背後都是一些不開心的東西 所以你可能會得到一些優惠 但這些優惠往往都是一些吉兇參半 總是有一些不開心的元素 或者 再推而求其次 我當你升職 農曆四月都很容易 大理升職和工作 但背後一定是有些壞事 例如升職 但很忙 很忙 很忙 對 升職可能加你幾個水 但它要你做多N倍的東西 那你戒落後就不值了 講起工作 其實不單止農曆四月 一直忙到農曆五月 甚至六月都有知道 尤其是忙哪些東西 你身邊的人會取得你 所以很多東西你經常要幫他們去執修周史 或者他們叫你拍攏檔幫忙 或者如果你真的升職的話 正所謂你能力越大責任越大 可能真的升職之後 真的很多東西名義上是要你管的 那他們就真的推給你管 OK 不過 除非你是從事藝術 創作 或者是一些跟品味 fashion 美麗 這些有關的行業 其實你越忙就會越好 因為你越忙的話 其實越有機會去表現自己 最後 月尾可能會去見親戚 或者見一些兄弟姊妹 一些 reunion 或者是一些見舊同學 舊同事 當然如果你說 我經常都會見我的兄弟姊妹一起住 那沒得好說 但如果我當你們已經是成家立實 那你們在月尾有機會會再見 親戚 兄弟姊妹 舊同學 舊同事 尤其是如果這些見面 是要離開你家裡的 即是可能你們去一個很遠的地方 去喝茶 去吃飯 即是你去他們的家座客 而不是他們來你家座客 總之你要離開你家比較遠的地方 這些時刻麻煩你小心 要小心些甚麼呢 因為 這個可以是一次很美滿的 reunion 但亦都可以是一次很具破壞性的 reunion 可以破壞你們的關係 亦都可以破壞你自己的健康 所以如果真的有這些的敘舊之前 麻煩你來簽一簽簿看看 看看有沒有東西要趨急避兇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星雲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 IG, MEV, YouTube 都記得要按下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沒有彩蛋 說真的 我的塔尖鑾林星雲 都算是在玄學界裡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OK 就算我有時我講宇宙大事 我都是根星象的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那些盤 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都真的有占星師 會跟星象去做 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 calendar month 而我都常常強調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為何是做初一生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15滿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星雲系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是給大家一點點心意 就說 在我弄星雲的影片之後 provided 我有時間 我就會在看行星planets之外 看Fixed Stars 衡生銀行的那個衡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行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 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 就會留待在文字的description 給大家去發掘